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上星期開始的旅遊日語 上星期開始講到機場時有機會接觸到的日文 或者一些對話 今個星期會繼續講到機場時接觸到的日文 第一個要講的是出發時的離境大堂 我們就叫做出發時的離境大堂 至於你去到日本的入境大堂 就叫做出發時的離境大堂 至於我們的1號、2號、3號客運大樓 我們在日文的客運大樓會叫做 在香港的時候大家未必會看到這個國內線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飛國際的 但是當你在日本或者去美國的時候 他們是很大的嘛 整個國家 他們就會有一些國內線的 國際線和國內線的日文分別是什麼呢? 國際線 國際線就是國際線 國內線 國內線就是國內線 所以大家去到客運大樓的時候 千萬不要走錯方向去國內線那邊 但你是不能回到香港的 有時候我們飛去日本的時候 未必過最終目的地是日本的 可能你純粹在日本轉機去美國 或者韓國等等 轉機的日文是 ノニズキ ノニズキ 然後到你出關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過一個海關的 就是你要報稅 或者免稅等等 他們叫做睡關的 睡關的日文是 時間 如果你有需要報稅的日文 他們叫做新告物 就是 申告するもの 申告するもの 一般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就會在香港唱領錢過去 因為香港的交換店 或者銀行唱錢 是絕對比你去那邊換的 如果你想去那邊換日文 就最好用這個銀行卡去按日文 好像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 到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有沒有銀行卡呢 需要在當地換的時候 那個找換店的日文 叫做 量貸店 量貸店 就寫著量貸店 好 當大家去完日本旅行 最後一站的購物 應該會在這裡 就是機場的免稅店 機場的免稅店 日文是 免稅店 免稅店 好了 我們今天就說這10個關於機場的日文 希望這兩個星期的日文 是足夠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聽得懂 或者找得到 你需要用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對 例如你可以找一找 離境大堂 或者出境大堂 或者海關 或者報稅等等 雖然是有漢字 我相信不學日文的人都會 但是你可以試一下 學懂了一些導音之後 就試一下問一下日本人也可以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讚好 還有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星期再講一些 關於機場的單字 下個星期應該會去到達飛機的環節 所以記得不要錯過了 拜拜 またね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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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